歡迎收看大人畫之 中國大陸衡量一個人有沒有 據說有一個標準 那就是看這個人 他到底出書了沒 對 不管是影視明星 退休官員還有企業家 都很愛出書 那有些人出書是為了成名 有的是為了分享成功 今天我們就來談談 大陸名人出書的潛規則 現場來賓是吳景珠女士 兩位主持人好 所有的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在大陸有一個封號 叫做暢銷書天后 這個是景珠自己說的 但是我們可以從數字 數字來驗證這件事 第一他登錄寫作十八年 然後這些年來 他寫的書已經兩百本書 但兩百本書裡面 有一些是寫人的 我們今天講的是人 先跟大家講一講 你寫書到底寫了多少人 自傳 自傳來講我出過兩百本書 但是採訪超過一千個億萬富翁 因為一本書裡面 他有很多他的老闆的朋友 要來跟他做第三者客觀的 這一些採訪 加強這個人的深度廣度 知名度等等 所以目前為止 從我出道到現在 我採訪過的億萬富翁 超過一千位以上 那哪一類的老闆是最喜歡出書 我有做過一個統計分析 最喜歡出書的 第一個是保險業 第二個是船直銷業 第三個是連鎖加名業的老闆 然後再來就是上市櫃的大老闆 防重呢 防重汽車也都算 只要就是你的產品需要銷售的 都很喜歡出書 尤其這幾年在中國大陸 出書就像漁後春筍一樣 為什麼呢 他們是需要名氣嗎 還是 是的 就簡單四個字 就可以讓他出了一本書 可以讓他更加的名利雙收 為什麼說呢 因為在中國大陸 他所有的媒體 都是政府在掌控 你這個人再有名 事業再成功 再有錢 都不可能像台灣一樣 可以成立出版社成立媒體 出書呢 在中國人來講 你看我現在就挺起來了 出書在中國人來講 他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神聖 非常驕傲 而且是非常光宗耀祖的一件 現在還會這樣子嗎 因為其實我臺灣在早期的時候 其實對出書這件事情認定 都覺得說 你真的要有很好的那個底子 名氣要夠 值得大家參考 你才會出書 可是後來因為自從藝人 開始出書之後 大家就覺得這已經犀牲 平常有錢 你就可以出書了 是是是 你看在有很多人 那個市井小民 他自己不是都在路上 賣他自己的自傳嗎 那在大陸 他也把出書這件事情 看得還那麼的神聖 是非常的神聖 真的 有一個數據是這樣統計 像台灣一年出四萬本書 也就是平均一天 有一百多本書 如果以兩千三百萬的人口來講 就是大概六百個人 可以出一本書 有很多外國朋友來到我們的書店 一看天啊 台灣的偉人怎麼這麼多 真的我有很多外國的出版的朋友過來 他們說天啊 你們台灣的偉人怎麼這麼多 台灣很自由 誰都可以為自己出一本書 而且現在出書的成本真的很低 可是在大陸呢 大陸還是 大陸大陸到就是會就像以前我們早期台灣一樣 就是你可能要奮鬥一輩子 白手起家 避露藍旅啊 披荊斬棘啊 最後成功了再來出這一本書 就覺得非常的神聖 而且審查 以前出版社大出版社審查也非常的嚴格 例如說他不是真正達到這個社會地位 也不可能給你出的 但這幾年呢 放寬了 放寬了 因為要鼓勵讀書嘛 還有就是整個這個書室要發達 那在大陸呢 有十四億人口 一年出版三十幾萬本書 那如果我們以他的人口數來除的話 還要扣掉很多是國外翻譯書 所以平均大概將近 就是差不多要將近一萬個人裡面 你才可能有一個人可以出一本書 對 不是不是不是 是不只一萬個人 是應該是多少 四千 五千 就是反正就是要五萬個人 出書不容易 對 十萬個人 應該算十萬個人裡面 才可能有一個人可以出 可是問題是出了書 他能幹嘛呢 名利雙書 他拿來就怎麼樣可以變成名 他把他當名片用嗎 畢竟我是 我是暢香書天后 然後我都幫這些大老闆 都整理好一套 怎麼樣打造一本 暢銷書的公式 第一個你出版這一本暢銷書 在大陸來講 他們因為畢竟很多都是很窮困的农村 出來的 所以他們有三個比 就是比窮到要死 然後比苦到要命 然後再來就是比拼到沒命 就是說他們要這個成功到今天是真的是用用他自己的 就要證明成功不容易 對不對 要有一個故事 要有一個鋪成 有一個鋪成 那這故事真的嗎 是真的 假的也行 就要天油加醋就對了 以我來講 我會非常嚴格把控 所以只要是我的書來講 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真的 但是因為我們書要好看嘛 裡面有一些起承轉合啊 森花妙筆 我們通常還幫他加個百分之十到二十 好一個苦的故事再來 就是要有貴人嗎 要要要有貴人 要出現貴人跟機會 因為我都知道 因為成功有五個最重要的關鍵嘛 就是第一個就是你的配偶 第二個就是你的產品 第一個就是你的貴人 第四個就是你的商業模式 對 對就是這樣子 那他怎麼樣出了這個書以後呢 可以達到他更加的名利雙收 他們通常是怎麼去運用他出的那本書 因為他不一定賣嘛 你賣的話就會有名 可是關鍵是那麼多書 誰會注意到你 他怎麼賣呢 怎麼用呢 他很簡單 變成名 就是說在中國大陸來講 如果你需要一萬個業務員 你就要有一萬本書 就是這本書可以印一萬 那這個書就是等於二十四小時不睡覺 你最厲害的這個業務員嘛 他也不會跟你發脾氣 也不要你薪水等等 所以呢 就要打造一個百萬雄軍 就是你出了書之後 你就等於多了至少一百萬個銷售大軍 在為你打知名度 為你的個人 為你的公司 為你的產品 為你的故事 為你的成功傳記等 據說在這個天后的筆下寫了之後 他真的變成名人 這個人叫梁凱恩 我們去看看他到底有多紅 我一定要拿掉我所有大多的限制 如果這些限制限制了我 那我這一輩子都不可能完成夢想了 我沒有學歷 我沒有人脈 我沒有錢 我沒有一技之長 我沒有信心 那又怎麼樣呢 那又算得了什麼呢 你們要讓你們的限制 限制你的大腦 限制你的這輩子 不能追求夢想 不能創造情境嗎 你們要嗎 不要 請舉手 去說 梁凱恩是大陸現在很有名的演說家 然後他出了書之後 使他的名利 名氣更大 那我有個疑問 就是說 那誰來買他們的書 第一個 他一定要跟出版社有一個自購量 之後 他可以大量的去 就是銷售給他的業務員 還有包括他的這一些 來上課的這些客戶 他們賣書不是一本一本賣 而是一個人可能至少要買 一百本五百本三百本 甚至是一千本兩千本這樣子 因為他本身是在教那種激勵課程 管理課程 所以跟課程結合在一起 他都變成 不但是他的名片 也變成是他的身材工具 對不對 就可以賣得很好 對 像關於經濟 我們剛剛講名利雙收 經濟的原因 這個部分的話 真的都能賺錢嗎 都能變成暢銷書嗎 當然會 譬如說我們繼續用 楊老師的例子來講 我們現在先講結果 這本書是十年前我幫他出版的 在台灣叫做我受夠了 大家都非常喜歡這個書名 因為全世界第一名的情人 激勵大師安東尼羅賓說 一個人之所以會改變 是因為你受夠了 你可能受夠了貧窮 受夠了各種的痛苦 所以這個書名叫做我受夠了 所以很多的這個市井小民 因為這本書名就非常有興趣 然後他就喊我一定要成功 這是成功學激勵嘛 現在的結果是 他不只能在上海發展得非常好 成為亞洲第一名的唱片 可是會不會是只有他是特例 所以有出書的 老闆出的書 真的都有人買嗎 還是都是自己買 首先都是自己先買 首先就是說 你要付一筆錢給出版社 然後他會用一個成本價給你 你自己先買 買了之後很多人的做法 就是你可以送給客戶 你送給客戶 送給你想要送的親朋好友 還有你自己的公司團隊的業務員 都可以拿出去送 那一般的讀者有人買嗎 也會有 但是就是說你帶書店 我會自己出書自己買 會啊 就是這樣 對 自己出書自己買是一個 然後再來一般的書店的通路走的好嗎 誰買他們的書店 一般的書店通路 如果你沒有去操作 除非第一個 你是非常有名的作家 或者你寫了這個人物是社會大眾 大家都耳熟能詳的人 他就可能賣得好一點 那再來一點的話 如果你要讓他書店好的話 你就是還是要去操作 就是要自己去書店買排行榜 所以我們從這個 是 例子裡面可以看出 出書要嘛就是找知音 要不然就是要換現金 可是不管你是要找知音 還是要換現金 寫書需要時間 可是名人最缺的是時間 怎麼寫書呢 廣告之後我們再繼續聊 我呢是一名作家 作家你懂嗎 我喜歡在夜晚創作 你看我現在 我現在就在創作一個劇本 我在想怎麼能把四十歲的老女人 呃 策劃成一個二十歲的情懷啦 當然啦我已經盡量地避免 不要發出任何聲音了 可是你還是覺得吵嗎 吵嗎吵嗎 他是作家 他們全家都是作家吧 我身邊怎麼 怎麼會有這麼多的作家 誰會跟作家一樣在晚上寫東西啊 我們剛剛看到的是浙江衛視的一部戲 就是來形容作家 在寫作的時候面臨的壓力非常大 事實上真的寫作很不容易 就是會吃不好睡不好 而且很有焦慮感 你在講出你的經驗 沒錯 所以大陸的名人要寫書 要親自寫其實是很難的 那應該有些人會請人去幫忙做刀 那有哪些人會去幫別人做刀 比如說就像我們天后級的 我們寫的都是絕對是 民政其實已經是有社會地位 而且絕對他的故事可以分享 給很多人來作為激勵跟成功 另外就是槍手跟寫手 有很多可能就是剛剛畢業的 這些會寫的會寫作的 還有一些記者編輯都可以 那有兩種模式 比如說像我們到這種階段 他們是要用我們的知名度 因為畢竟我們出了兩百本書 他就是付很高的一筆費用 來請你幫他寫書 就是因為我畢竟有兩百本書的知名度 所以他就要搭你的高知名度來出 另外其他他們就是付錢 然後請會寫作人幫他寫 誰都沒關係 第二個就是如果是一些剛出社會 剛出就是新的寫手或槍手 他們就是當影子作者 就是連他的名字都看不見 他就是幫他做一些採訪 整理變成一本書 那這本書就很多就變成是他個人的一個宣傳 據說有在大陸的這個所謂傳記裡面 就土產的傳記有90%都不是自己寫的 好像據說有是你寫一半我寫一半的 就做當事人主角自己會寫一半 然後代寫的人會幫忙寫一半也是一個 簡單來講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在中國大陸這一些老闆們 他們很喜歡出名超級的愛出名 他覺得在這本書裡面放了他的照片 放了他的名字 連作者都要放一下他的名字 他就覺得很神氣這樣子 那您剛所講的這有幾種模式 一種如果你今天還沒什麼知名度嘛 那你就想沒關係啊 反正多賺一筆錢有什麼關係 你講的是那個槍手沒有知名度 對他覺得反正你這麼土掛了我名 還污了我的名 有很多有很多就是這樣子 他另外一起合作來寫 通常就是口述的方式 就是你可能要列一些題目來採訪他 那他用講的給你聽 就是從這一秒鐘回不去的就要口述 那從現在可以看得見的 很多這些寫的人會觀察 會觀察然後會加一點自己的東西 這樣子就是一起來和寫 通常會自己來寫作 老闆大概一百個可能只有一個 為什麼 第一個他的時間比鑽石還要貴 對他不可能來寫這個 第二個他可能也沒有辦 他也沒有這個寫作的天才跟天分 因為他畢竟是在他的行業裡面 是第一名 那這錢好賺嗎 剛出道的人確實不好賺 為什麼不好賺 因為你要寫一本書 他還是一樣要名氣嘛 有名氣的累積 他才能夠談到一個好價錢 當然當然 我能不能問一個同錯的問題 就是一本書可以賺多少錢 這是不同的階段 這要看那個作家的級別 我們也不叫槍手或寫手 我們都把它統稱到小作家或大作家 這個級別不一樣 比如說你現在在中國大陸來講 這種小小小小的這個 剛出道的這個 剛出道的這個 對那可能兩萬塊也可以 兩萬塊人民幣 對 兩萬塊人民幣 兩萬塊人民幣 你如果一本書十萬個字 你等於一個字也有台幣一塊錢 也挺好的 最重要他們是要來累積他的經驗 累積他的知名度 因為就算這個封面沒有掛你的名字 至少在版權頁裡面 也會有一個文字整理 先跨進去之後 就有其他的機會進來 總之你先進這個門 就是把你的腳 林門一腳先踏進來 起碼你寫了一本書 另外一個老闆 知道你有出書 人家才會來找你 你要先有一個路 兩萬塊是最便宜的 再來呢 最高可以到多少錢 像您天后級的 可以講嗎 可以啊 好 我畢竟累積了二十年的功力 我們也是從這個槍手開始做起 到目前在中國大陸來講 我的友誼價是六十萬人民幣 那這六十萬人民幣呢 就是還要幫他做一條龍的服務 他不單單寫書 還包括行銷 對 行銷 宣傳 扶貨 銷售 全部算進去 幫他打點的事情非常多 甚至你還要當他的保姆這樣子 那這錢好不好賺 三百萬 因為六十萬換算成台幣是三百萬 三百萬一本書好不好賺 以我目前來講應該算好賺 那要怎麼樣寫到他的故事 是好看的 譬如說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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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在一起 為了寫一本書跟他在一起 跟土豪在一起 在一起 跟土豪在一起 要在一起 就是說你可能要先變成他的這個情人 當然這個情人是不是那種 所謂男女人 是友情 就是因為就像演戲一樣 你今天要融入這個角色 就是你要跟他在一起 你要融入他角色 比如說以我現在的功力來講 我要寫一個真正就是可以傳世的這樣的一個傳記來講 最短我要花兩個禮拜陪他生活 有一些可能他的表達能力不是那麼的好 或者是他的企業太大了 北京也有 深圳也有 廣州也好 新疆也好 他都要你去跟著他一起去看這些廠公司員工等等 可能有時候我最高紀錄有一個跟了三十天 就是我還要 這樣算長喔 三十天要認清一個人 看清一個人 還寫他一生的故事 我每天陪他除了睡覺不同房間以外 除了睡覺沒有在一起之外 都在一起 在一起 然後還要你至少要列一百個大綱 一百個題目以上 讓他事先去準備 然後隨時問他 對 然後比如說我問了第一題以後 我覺得故事很棒 從第一題又可以衍生出第十題 他通常就很多大老闆百分之一百 都會哭得稀哩花啦這樣子 想起過去辛苦的打拼成果 有幾有幾個重點他們會哭啦 第一個就是說 失去的健康 因為為了拼搏試驗嘛 就是就沒有注重到健康 還有就是失去的親情 比如說他的父母都已經不在了 還有就是離了婚的老婆等等 有很多的家庭 凡是失去的都是他會傷心的 還有一個就是成功的喜悅 就他終於成功了 談到這一些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喜劫而泣 喜劫而泣 都會有很多眼淚出來啦 那像你現在出書 出一本書要需要花會多少時間 大概三個禮拜到一個月 這也太快了吧 對啊 因為傳記耶 可是因為之前我們做了很多功課 而且我們還要陪他共同生活 至少兩個禮拜到一個月以上嘛 所以就很快 再來現在我們出書呢 其實也有一個標準化的SOP流程 比如說一開始我們採訪他的時候 會先設計至少一百個提給他 保證他講的答的 絕對是我們書上所要的 就節省了很多時間 對 所以可以講說他其實已經變成 雖然是出版業 可是他具備了那種工業化的操作特質了 已經SOP了 對 而且非常的科學化 包括你怎麼樣行銷宣傳 我們都有一套非常細的 他就可以快速的量產 是的 我要採訪就是大概半個月到一個月嘛 然後我們寫 再進入寫作階段 對 但是他因為你要交到大陸在出版 這一塊他們審的很嚴格 就是我們他們叫定期清 就是你的文圖都要定稿 而且很整齊很清潔 交給他們之後 最快可能要三四個月吧 因為他們還要設計編排審批等等這樣子 所以從頭到尾 從我們簽約到出書大概需要半年的時間 你好好賺喔 半年賺三百萬 對 對不對 我都已經知道你有多少錢了 你要知道我們中間要花多少心血精力嗎 那在幫老闆寫書的過程中 有沒有什麼禁忌 不能寫的 有啊 比如說有一些人 他可能長得就是比較矮矮胖胖 很多大老闆是這樣子 我們用一句比較可愛的說法 就是有很多土豪 他們可能長得不是這麼的劉德華 不是這麼周杰倫 不是這麼的謝霆峰 可是他們在希望 要透過你天后的筆 把他寫的筆 周潤發還算 就是個人的隱私 或者他有一些癖好這樣子 報喜不報憂 大概就是這個概念嘛 報喜不報憂 就是要充滿正能量 因為現在中國大陸這幾年 在習主席的倡導之下 就是上上下下都要正能量這樣子 你看顯然這個寫一本書三百萬 聽起來好誘人 可是這過程其實不太簡單 廣告之後我們會來回答網友提問 大陸有一句話說 連書都沒有出過算哪門子的名人 我們從這句話就可以看出 為什麼很多人想方設法要出書 為的是要樹碑力傳或是塑造品牌 網友問了 他說大陸出版審查很嚴格 必須要有書號 那土豪出出有那麼容易嗎 天后 有啦透過我們專業來的話 比如說我們已經是專業作家 我們轉一級的專業的出版社 這些書號本就是出版社裡面的 就OK啊 他們就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有一種說法說 他書號的審查非常的嚴格 他包括連裡面的標點符號 都要審 現在不這樣子的嗎 也是有 比如說我舉一個很好玩的例子 我之前出過一本書 那因為這個大老闆 他非常喜歡秀他個人 他在裡面放了八十幾張照片 大概有十幾套花花綠綠的這種衣服 然後那個總編最後在審查的時候 就全部畫到剩下八張 那就在那裡 八十幾張變八張 因為他有愛善良風俗嗎 不是 因為他覺得這個人仇死了 凸死了 讓我們出版社掉價 這種書我不出也罷 就這樣就走了 對 也有這樣的例子 那你在幫老闆寫出的過程中 有沒有一些比較特別的例子 讓你印象深刻 你是說比較悲慘的例子嗎 有啊 最早去大陸的時候 就會經常發生說拿不到錢 然後明明這是你寫的 最後名字也不見了 你的作者照片也不見了 都有發生過 拿不到錢怎麼辦 後來假設怎麼樣預防 這種事情再發生 拿不到錢怎麼辦呢 你去跟他打官司 也太浪費時間 跟他吵架鬧 沒用 都沒有用 你這個太浪費時間 你就趕快接第二本 第三本 第十本 第二十本 趕快寫 那如何防止類似的事情再發生呢 現在我們已經非常的聰明了 就是先入袋為安 願意嗎 對方願意這樣先給你全部嗎 還是先給一半 因為是他們來拜託我們寫的 所以所有的遊戲規則就是我們決定 那現在找你寫書人很多 你怎麼去排那個schedule 怎麼去排schedule 就是第一個 當然有這個先來後到 還有就是跟他熟不熟 再來就是看他 架碼呢 應該要架碼排schedule 是嗎 是應該要架碼 其中也有一個 只有一個 不是 這也是條件之一 就是之前 因為我們的約很滿 因為做一本書要花很多時間 那就有一個老闆很可愛 他說天后那個張董給你60是吧 我現在加碼 120行嗎 行不行 行好 立刻給錢 所以你答應了 就想說因為 你看果真有錢就行 因為他確實也是很值得寫 所以我們就小小幫他插隊 最重要的是因為他要趕一個很大 很盛大的一個週年慶 這個時間真的很趕 那以我們的團隊 我們才做得出來 別人是趕不出來 而且他需要的是能夠真正的 讓他提升所有的社會地位等等 也要找到一個真正知名的作家 跟一個最棒的出版社 來幫他 換句話說 現在在大陸想要出書的人 企業家這個部分的話 主要是集中在那些跟人有關的工作 對 保險 銷售 銷售保險 他們叫銀銷 就是銷售比較多 那有沒有明星找你寫 影視名人 有有有有 之前也有幾本在談 那今年就會出了 但現在先保密 不過在市場上面好像不靠自己買 真的賣得最好 還是來自於官員 退休官員跟影視名人 他才是主要的大戶 對 所以 出出力傳是很多人的夢想 現在看起來幫別人寫書 出出力傳也能成就一半的試驗 看銘人傳記 其實重在他其中的這個生命智慧 所以內容紮實 真實比較重要 誰寫大家都不用太糾結了 謝謝吳錦珠 謝謝您 謝謝 請收看 明天繼續� соглас 待會兒